国内近期有鸡蛋的工序问题 所以各界就开始思考 有没有鸡蛋的营养替代品 而公园院是研发出了全台第一颗的植物荷包蛋 使用到的是藻类蛋白 大豆蛋白 还有藻类纤维等成分 来分别制作蛋白和蛋黄 有消费者品尝之后是觉得 这个口感和真实的鸡蛋很像 把鸡蛋和培根放上煎台料理 几样食材组合好 经典的汉堡和三明治就可以上桌 会说口感和真的蛋没有差别 这是因为汉堡中的蛋 其实是植物制作 口感上其实有别于以往 它是比较有弹性的 所以大家在吃蛋的时候 比较可以吃得到蛋的实体的感觉 跟真实的会比较接近 主要是希望说 消费者能够无痛的转换 工业院研发了全台第一颗植物荷包蛋 蛋白和蛋黄分别使用了 大型藻类蛋白 大豆蛋白 还有大型藻类纤维等成分 可以提供人体需要的氨基酸等物质 微生物的蛋白 或者是我们现在比较夯的一些 叫做藻类的蛋白 我们就可以达到低档物存 对人体比较好的这个氨基酸 蛋黄的绵密口感 或者是蛋白的这种 比较具有纤维性的口感上面 我们就可以在一颗蛋里面 营造出不同的一个感觉 工业院指出 全台的素食人口大约三百万 前代人口估算是有六百万 而放眼全球商机 具备一点二兆元的植物肉市场规模 相关的技术 未来可以应用在其他的植物基石材开发 在因应全球减碳趋势 还有可能发生的粮食危机 同时提供营养的选择方向 记者曹燕俊初步才台北新竹报道